我今次就是講第二課 今日傳給大家第三課 大家收不收到 大家收到就可以做 今天復事討告之後 就是操練之後就有第三課 好了 我現在將其中一些問題講出來 就是怎樣處理 原因就是這樣的 有很多人就覺得有一個誤解 在聖年充滿的因果之下 所有的問題會解決 的確有很多人的問題 真的在聖年充滿之後會解決 不過如果他回去又做回同樣的事情 那就沒有解決 原因是為什麼呢 他回去又鬧牢 又被人傷害 又不開心的時候 一樣是解決不了的 所以呢 有些人為什麼在聖年充滿之後 他會解決到呢 因為他在聖年充滿之後 神的同在 然後他悔改 我不應該生氣人 我不需要被人影響 我不需要經常拔著這個世界 他放了手 他就可以改變 但是有很多人呢 他以為只是去一去聚會 在聖年充滿之後 或者呢 有人跟他趕邪靈 趕啦 一路趕趕 趕完完呢 他就覺得呢 他就搞定了 其實呢 這樣的時候很容易 他如果又有情緒啊 有罪啊 很容易回頭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 不是一下子呢 就趕完邪靈啊 祈禱啊 祈禱經歷啊 這樣就會解決了 因為 神給我有靈 有魂的 有思想意志 感情 思想意志要改變 生活方式要改變的 希望大家經歷聖靈 就會被神去改變 好了 其中一條 就是有個人講的情況 就是講到他工作的同事 對他態度很惡劣 令到他很不開心 好了 那我想講呢 我希望大家會做到這件事最好的 就是當有人 當我們去輔導他 雖然你說 我又不是學了輔導 我現在簡單地講 大家會明白的 第一 他被同事的態度不好 受傷害 我們首先感受 想像我們的同事不好 被人欺負 我們會不開心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感受到你的痛苦和困難 好了 因為我們這裏操練都不是很長時間 所以你都不能夠很長回應 就看過人的 有時有些人出去做醫治草告 他可能很長時間 你覺得他還是很憂傷 你又可以說 又引導他 去將他的重答說出來 然後回應他 好了 但去到幫他的時候 怎樣呢 這個 這個同事的態度不好 我們怎樣回應呢 就是說 這件事對你有什麼影響 大家可以記一記 這件事對你有什麼影響 你是不是很不開心 情緒怎樣 他會說 很不開心 就是我們知道那個影響 知道影響 然後我們就去引導他 怎樣有這個影響 怎樣引導他去找他解決的方法 有些人的答案就是什麼 我們祈禱就釋放了 的確祈禱會釋放的 如果祈禱釋放 那你就不需要做這個 就是這個輔導的過程 但是因為他 你就這樣祈禱 祈禱的時候 他真的很舒服 回到公司 見到那個同事 他又再次 再次又受傷 那時候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就 引導他了 你受了這些傷害 你受了一些同事的影響 你覺得他的人是怎樣 這個詳細 可能大家未學到 不要緊的 就是了解他這個同事的情況 怎樣傷害你 他怎樣罵你 或者他說 可以問他了解 你這樣是不是 這個同事 都經常都是這樣 對不同的人 那他如果經常都是這樣 對不同的人 那你需要不需要 那麼介意他所做的事呢 那他譬如說 都不用那麼介意 那幫他怎樣 不受影響 就是了解他受什麼影響 然後怎樣找一個方法 然後就引導他 就這樣去解決這些事情 那解決方法 我們提 輕生得性的提議方法 就是說 垃圾不好吃 既然那個人 經常都是發脾氣的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可以呢 相信 神愛我 神會給我的人 我不用受影響 就是這個就是 基本上的處理方法 就是說 分辨了這個人的問題 我們不用受影響 但我們錯呢 我們就承認 我們就認錯 我們就去改 但如果不是我們錯 我們不用受到傷害 但很多人就說 我不行喔 不行呢 那又怎樣的辦法呢 就是我們分辨了 分辨到 這個人很難改變 於是我不需要受影響 反而我看穿他 我連穿他 我祝福他 那我心就鬆一點 其實他很慘的喔 其實他受了人傷害 所以他現在經常罵人 那他其實呢 一世人都是跟很多人不好的關係 那我看穿他 我就能夠為他祈禱 我就要搖恕他了 但是搖恕了的人 就鬆很多 而且他看到 有出路 有出路 雖然他經常說我 我可以不用受到的東西 那用一個比喻 好像有神經病罵我們 我們很懂得處理的喔 神經病罵我們 會不會回去生氣很久呢 不會喔 因為我知道他有問題 我們就會放下 走兩條街 算了 神經病不要想了 不要想了 就放手了 但是呢 普通人我們覺得他正常 但在神眼中其實不正常 因為什麼呢 他有罪 我們明白 其實他裡面有罪 所以我放手 我放了手 我就不受影響了 就是不受影響了 那個人鬆了 又跟著跟他祈禱了 祈禱之後呢 他就得了 就是那個人就鬆了 就是說他處理了 思想 意志 感情 處理了呢 他祈禱的果效就很容易 如果是很複雜的 如果那個人就是針對他 甚至針對他 甚至針對他之後 就跟其他人說 就是那個人的壞話 那怎麼辦呢 都交不來 OK 始終是兩個部份 一個部份為什麼不受影響 第二個部份處理事情 不受影響的部分 始終都是不要吃垃圾 就是那個方法始終是不要吃垃圾 怎樣的方法呢 就是他一說的話 我們馬上說 這句話沒有權兵 不要緊的 他說我蠢 他說我傻 他針對我 我不會死得 他針對我都好 老闆未必會死我 因為是神掌權的 就是他針對我 我不用那麼在意 又輕輕鬆鬆地 多謝你提醒 我會盡力的 就是很輕鬆地說 他反而 沒辦法打得入我們 這個第一就是 我們給他影響 第二就是 我們怎樣處理 跟他的關係 有些人可能 我們真的要盡量 減少合作的程度 有些人可能 可能只是談公事 還有多些欣賞 他可能 他會 對我們更正面 或者有時送一些 給他 送禮物 請他吃點東西 令到他的心軟化 原來這個人 都是對他好的 所以他不用生氣我們 這些都是不同可行的策略 就是兩個部分 大家記得 一起跟我講一次 第一就是 怎樣不受影響 第二 處理這個關係 另外就是處理事情 關係就是說 更加都要好 事情就是說 大家相處 怎樣相處 怎樣處理 就是那個相處的問題 OK 好 我們繼續下去 另一個人 說到他的媽媽 一段長的時間 之前離世 說得很虧欠他媽媽 因為以前覺得 沒有好好孝順 這件事 我相信大家都試過 有這個情況 而且很多時候發生 就是 當一個人離世 通常家人都會有內疚 這個不是 只是說他沒有孝順 就算他很孝順 他都說 如果那天 我說做多些 他就不會死的了 那天 如果我快點快點 他就不用送去醫院了 或者 我們快點送去醫院 就沒事了 總會有這樣的位置 那時候 我們可以 就了解了 就是你的心 這個了解了 你是不是他心 經常都覺得內疚 做得不好呢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就問問他 那你有沒有盡力去做呢 有沒有試試做呢 他說有 我做了很多很多 不過 就是那天 我就 趕不及了 我那天有些事 我又沒有 又不懂得 立刻去找救傷車來 所以 遲了 那時候 我就 問他 到底是你故意做呢 因為你無意做 因為你自己都不知覺 那麼嚴重呢 無意做 無意做的時候 你就不是什麼錯了 譬如有些人說 我真的錯的 我以前真的對他不是那麼好的 那時候 他真的有對他不好的 我們就 聖經有句說話 就是 忘記父下努力 面前 向著標高直跑 要得耶穌 在基督耶穌 在神 基督耶穌 照我來得的獎賞 就是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你一路抓神 就被魔鬼奏夜控訴了 那你怎麼可以放手呢 就是有些已經過去了 沒有人法的了 我們只能夠放手 我都想回很多事情 我都沒有做得好 那我只能夠做什麼呢 耶穌捨臉我 釋放我 讓我鬆散 鬆散 這就是我的目的了 然後和他祈禱 那人鬆散了 那種內疚 便沒有一種攻擊 這個人呢 就是恐懼心 想得到醫治 那如果恐懼心得到醫治 這裏做功夫的人 就說和他祈禱 若神的愛充滿他 這是好的 那但是呢 我們都應該聽聽他講 那這個恐懼 為什麼恐懼呢 什麼原因呢 因為沒有說到原因的時候 他祈禱了 他是感受神的愛 但他不懂得處理 那我們怎樣 就問回他了 你什麼原因 怕啊 你怕什麼啊 為什麼怕啊 去了解了 你覺得需要不需要怕呢 怕有沒有用呢 怕了之後 事情會改變呢 或者這件事發生 其實你怕了 是不是會減輕的問題呢 其實是不會的 那當他引導 知道是了 他說是了 我不想要他怕 第一件事就是 相信神會保護 神會祝福 所以我不用怕 神有他的方法 所以我不用怕 這個是正面 從神而來的 神有正面的幫我 神有力量幫我 於是我可以放手了 但是我更怕啊 那怎麼辦呢 你就宣告了 神在愛我 神在祝福我 神在支持我 我做什麼 神在歡喜的 那些事都怕了 沒有用的 我不需要怕的 一路宣告 慢慢的人就鬆了 我不用怕的 我可以想想神的好的事 神現在在愛我 其中一件事呢 很有幫助 就是這個 互動的禱告 和互動的行動 遲些我會解釋這件事 意思是什麼 祈禱的時候 神會歡喜 聖經說了 我們親近他 他親近我 我們遵從神 神又歡喜 那我們就怎麼樣 我們的心很煩 我們立刻讚美神 神釋放我的靈 叫我心興省 當我一做這件事的時候 立刻同時就說 耶穌現在很歡喜 因為聖經是說的 我真心呼求神 神是喜悅的 神會來親近我的 神現在很歡喜 我可以開心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為什麼呢 例如你說 有很多人做很多事 事服 但又覺得做得不夠好 經常覺得內疚 但我們就可以這樣 我們有做得不好 我們一直 即是我們都有盡力 我們一直說 我正在做的 是神歡喜 神現在很開心 因為我服侍祂 耶穌說了 誰來服侍我呢 天父又愛祂 我又愛祂 我們要去到祂那裡 所以天父是很歡喜的 這樣的時候 我一直告訴自己 我這樣服侍神 真心服侍神 神是很歡喜的 人就會絕對開心 即是這個互動式的 討告和行動 即是怎樣呢 有時候是討告 一直討告的時候 神現在很歡喜 人就開心些 平日做什麼 我現在為耶穌而做 我現在為耶穌而做 我現在為耶穌掃地 一路掃地 感謝神 我又令到這間谷更加乾淨 一路讚美神 神又歡喜了 即是時事這個狀態 那些懼怕就會走 一路呢 我不用怕 我不用怕 靠耶穌 一路說 一路宣告 當我依靠耶穌 說不用怕 神又很歡喜 因為神就說 我拔著祂 我依靠祂 神就歡喜 大家相不相信 我們做什麼 因為神的緣故做 神都歡喜 聖先說了 但很多人就沒有用這個 來幫助自己 正是經常想 很多未做 很多未做 但我們應該多想 我有做的 神歡喜 人自然又開心 神現在在歡喜我做的事 我感謝神 神就歡喜 那人就鬆了 這就是一個方法 除去那些懼怕 我告訴大家 我以前也有懼怕 因為我家裡 從小到大 打鬧 做牧師 之後 有很多很多人的批評 結果 心裡面 自己在洗碗 沒事的 自己會無怨無故害 甚至離開了 事後都會害怕 即是已經成了一種習慣 但我一直說 怕來做什麼 所求於管家 是有個忠心 我做的 神歡喜的 我可以輕鬆 可以想到耶穌的恩典 是美好的 神起願我所做的 一路做一做一做 心是鬆了 我希望大家 都能夠試一下 用不同的方法 處理這些內心的恐懼 其實這些實際例子 是可能入心一點的 入心到 我們學的時候 看的好像 不是一些實際例子 這些是實際例子的 好了 這裡講到有一個人 一句的說話 無心的說話 傷害 就帶來很多 負面的情緒 這裡他的做法 他講到處理 就不要怕自己做得不夠好 接入自己的不足 就沒有講到 如何處理這些說話 這些說話 我們要分裂了 我們要處理 首先我負面的事情 如何處理 不給它影響 就是這些傷害說話 是沒有權兵 不傷害到我的 我不用放在心神的 然後才說 神是愛我的 神會補給我的 這裏就講到 有一個人 他生命有很多問題 令到身體很多不舒服 但是在這裏就講到 他就沒有透露 講得出他的內 的情況 只是祈禱 然後他平安輕鬆 如果那個人願意的時候 他身體很多問題 我們都可以幫助他 就是說 比如說 你可以面對一件事 不用叫他講完所有的事情 一件事 試一下一件事 有一個問題 你可以講出來 我們大家一起去 試一下去 面對這件事 去幫他處理一件事 他處理了 如何不受影響 於是他人可以平安輕鬆 因為很多人都是擔心 一件事是你擔心的 你擔心那件事 其實有多嚴重 是不是真的會 真的不行 這件事發生 其實很多時候 人擔心的 未必真的會發生 越擔心就越辛苦 那怎樣去放手呢 另外一個就是 很累 這個人很累 因為人家負面的說話 提落 影響他的情緒 他的答案就是 價值建立在神裏 這些都是好的 這些答案通常 整個人都沒有回應 他的情況 他很累 他被人負面的說話 是受影響 那我們可以問他 你覺得自己怎樣 受影響拍一句什麼呢 你覺得自己怎樣 他真的覺得很慘 很無力 那我們就看出他 我知道你覺得很慘 很無力 很累 這件事對你有什麼影響 有沒有影響你睡覺 影響你心情 有 那你想不想處理呢 你想不想這件事 處理到呢 首先了解他的情況 回應他的感受 然後你想不想處理 然後你去想一下 有什麼方法去處理 這些人的說話 令到你覺得很累 有什麼辦法可以處理 怎樣可以turn off 關掉這些負面的說話 然後怎樣可以有正面的 正面建立 即是怎樣不吃垃圾 即這個部分 大家做功課試一下 怎樣用方法來 引導對方 最好輔導的時候 引導他 但因為時間短促 所以大家可以簡短地問 那這個問題 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去處理 這個問題 跟我說的時候 這個問題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去處理 有什麼方法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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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引導是更加好的 但如果我們一路就教了 你不要給他影響 你搖摔他 你放手 那那個人就覺得 哎呀你捉住我 叫我做這個 就好像我沒有做到 但你可以怎樣做 怎樣可以放手 怎樣不給他影響 那那個人會想 就尊重他的思想 也不是去督促他 因為被督促 如果有一個人為你服侍其佬 但他慢慢督促你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樣 即是覺得更加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鼓勵大家 就是引導他 那你可以有什麼方法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 這件事怎麼影響你 怎麼可以不受他影響 OK 好了 那這裡有一個情況就是這樣的 有一個人就是因為 以前的性關係困擾 有時候會想回這件事 心中會覺得孤單 很想得到愛 覺得很無奈 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在這個情況 我們就應該回應他的感受 因為他這件事有什麼影響 你的心情怎樣 你覺得自己怎樣 其實有很多事情 可以有什麼內疚 孤單 無妄 無人愛我 即是可以有很多種感覺 我們不能一起處理好 處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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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他說我很內疚 這樣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說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罪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有犯奸淫 不過在思想上 犯奸淫真的很多人都有 大部分人都有 我們其實在神眼中都有奸淫 耶穌是否懈免奸淫去罪呢 耶穌是否懈免奸淫去罪呢 耶穌是否懈免去罪呢 我們就要求耶穌是要罪呢 即是說 人人其實都有罪 這不代表犯奸淫是不重要 是很重要 是破壞性的 但是既然已經發生了的時候 我們能夠做到的 就是求主懈免我們就放手了 怎樣放手呢 就是要捉住他 你每天都控訴 每天都被影響 或者思想不能夠結證 這樣的時候 那個生命是怎樣的 那有什麼方法呢 人都會想到一些方法 那些方法就是 那樣東西不好 我知道 但不斷地想 其實是被魔鬼攻擊的 那還有呢 就心恨那個罪了 這個罪是破壞我的 所以我一想到這些東西 我立刻想耶穌 經常盡量想耶穌 讓我不要被這些情緒的東西去影響了 那也都深信 我走神的路 神會給我好的朋友 神為我預備 或者有婚姻 或者單身 都不要緊 神都可以祝福我的 這樣就看情況了 始終回應他的困難 不要只說 好了 耶穌愛你 耶穌祝福你 祈福了 這樣的時候 就是沒有回應他的情況 這裡就說到 有個人 他就覺得他爸爸 一直跟爸爸的關係不好 他爸爸對家人是好 但是沒有什麼溝通人 好的那些可能 我猜 可能幫忙 做事那種好 照顧那種好 但是關係不好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呢 那你跟爸爸的關係這樣的時候 你想到爸爸你會有什麼感覺 比如我想到爸爸覺得他不理我 他不要我 他不關心我 我覺得被遺棄 比如這樣 那被遺棄的感覺 我們就回去了 的確 在你跟他相交 你有這種感覺 你被遺棄的時候 你猜神又會做什麼呢 神會不會在這件事上 幫到你呢 就是他知道這個感覺了 我又接納他這個感覺 然後呢 就問他 神在這件事上怎樣幫到你呢 因為被遺棄的人 神能夠醫治安慰呢 你有沒有試過被醫治安慰呢 有沒有試過 神的時候的心得到安慰 神跟我一起 神陪著我一起 於是呢 就算我家人跟我的關係不好 我都能夠處理 另外一種呢 就是 跟爸爸好像格格不入 打不入 那你打不入 那你有沒有覺得內疚 覺得自己好像很失敗 不能夠跟爸爸溝通 因為跟爸爸的關係不好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感覺 一個是被遺棄 一個呢 就覺得自己失敗 一個是覺得 嫌棄爸爸 有些會 氣了爸爸 覺得不公平 就是那種感覺 所以說每一個人不同的 那麼我們根據他所講的 我們就回應那樣東西了 譬如他說 我覺得我自己很失敗 我不懂得跟爸爸溝通 OK 那你自己想不想是這樣的 你有沒有嘗試 那他可能說 我有嘗試 他只不過 他覺得做不到 這個是沒有能力 就是做 或者爸爸我跟他說話 他又不回答我 譬如 這是困難 即他講什麼 我們就回應什麼 那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以後可以怎樣做法呢 譬如他說 我不想啊 我沒有動力 好了 你沒有動力 這樣令到你什麼感覺呢 可能他說 覺得更加失敗 但我又不想做 那怎麼辦呢 我們不想做 但是 神有沒有感動你 想去跟爸爸 建立關係 你會講出這個問題 即是說你想 你想 你想的時候 怎樣可以有動力呢 就是問他 怎樣 永遠都是魂的 怎樣可以動力呢 他可能說 就是 求神給我 一種 心和爸爸溝通 去關心他 愛他 那 他可能會講出一些方法 我們都可以提議的 我給你一個提議 你好不好 其中一個提議呢 大家可以 希望記住 凡是想幫這個人 軟弱的人 不好的人 最好的方法 怎樣衝破這個東西 就是連率 你想回他 很慘 其實爸爸很孤單 因為他跟子女沒有關係 沒有好的關係 所以他很孤單 你就連率他 其實他一世人 他是照顧家人很多 不過呢 好像跟家人的關係 不是那麼好 那我連率他呢 我就開始為他祈禱了 我祈禱了 開始嚴恕他了 那我開始願意做一些好的東西 令他開心 那做好的東西 開心的時候呢 他有一點點 譬如說送個蛋糕去吃 他又有一點點開心 啊 立刻 欣賞我了 即是欣賞了 我這樣做 神很歡喜的 其實整個過程都是欣賞的 我會有這個心 想和爸爸好起來 我會為他祈禱 我會連出他 我關心他 神都很歡喜的 我今天送個蛋糕給他 我爸爸又開心 神就說讚我了 你做得對 所以神呢 這個爸爸呢 就會回應了 神又歡喜了 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自己試過呢 我之前 即是未可以回家 說是母親子 然後我買了一束花 然後他罵我浪費 那我怎麼處理我的心情呢 這個呢 兩方面 一個就是處理心情 另一方面處理事 和關係 三藥 跟我講一次 心情 關係 對 那件事 對 心情 就是 我們可以自己解釋 為何媽媽會說我浪費呢 有幾個原因 可以出愛 因為她愛你 她覺得你浪費錢 可以是 她不習慣 收花 即是甚麼原因都好 好了 這樣的時候 第一 她不習慣 第二 我的心是想令她開心 神會怎麼看呢 經常都想回神了 為何她會這樣想 神會怎麼看 神會歡喜 因為神會說 你送花給媽媽 以往跟媽媽的關係有困難 但現在你衝破到神的話 哇 八爛手掌 你真是很大的進步 對吧 我們就少了這些讚賞 神是很歡喜的 既然是這樣 那送花可能不行 我翌日送別人 送個蛋糕一起吃 那她不會浪費 蛋糕又要吃 有些人覺得這樣 送花就 你不如送一支菜給我 我又要吃 送花又不能吃 可能她喜歡蛋糕 我們就調教 但亦都可以 如果有急財 就可以說 媽媽 我看到你很疼我 因為你怕我浪費錢 但是呢 我的錢買花送給你 我不覺得浪費 我令你開心 我就會歡喜 但你當時未有這種急財的壽 這個就 不緊要的 慢慢來 第一就是 內心先 我怎樣處理不了你的影響 第二呢 關係 我就是疼你 所以我送給你 我希望你開心 你都可以問她 我送花你有沒有開心 都有些的 不過不用浪費錢 你有些開心都值得 變立關係 還有多謝 真的順帶多謝 我看到我媽媽 每次都多謝 多謝很多她以前做的事 不可以想過以前不好的事 然後處理 處理就是可能是送蛋糕 其他方法 總是有方法處理的 好 我看看還有什麼 這裡說到的情況 就是太太 慣常以紮備的口吻去教兒子 和兒子溝通 自己就不好 不喜歡 於是就加把嘴幫兒子 於是夫妻關係不好 這裡呢 他就說到一個方法 就是怎樣 就是 他就體諒太太 就是太太 經過兒子做的事不好 所以 經常操控子女 希望她做事做得對 那我會把我憤怒交給主耶穌 那我聽到有憤怒呢 我們就會說 我想問問大家 我憤怒 是否只是交給主耶穌 有些人真的可以 還有什麼方法處理呢 就是問問自己 為什麼我憤怒 為什麼你憤怒 我憤怒 因為呢 我看到他做得不對 做得不對 他為什麼這麼發怒 對兒子發怒 所以我就會發怒 我的心就有憤怒了 好了 那 將這件事拆解 你憤怒 因為太太這樣做 那我們嘗試幫他 體恤太太 太太看到兒子這樣的時候 太太的心會怎樣 他會很猛 很猛 很急 那他又 懂不懂得怎樣處理 他不太懂 不懂處理 本來的方法就是罵 大聲 那他不懂得 其實你太太是無助 無助的時候 是不是你就連續他了 於是我會想到方法怎樣去幫他 而不是我生氣了 這個就是化解 其實所有事都化解 太太拆開原因 為什麼我受影響 又如何去處理 首先我自己不給他影響 然後呢 建立關係 太太你真好 你真是關心兒子的 都令到你很大壓力 欣賞他 因為他真的幫兒子很辛苦 我欣賞你這麼努力去幫兒子 我知道是不容易的 體恤他又多謝你 因為太太對兒子的時間 時間長很多 但在外面做工 是沒有那麼長時間的 我知道你對著 又要做那麼多家務 又要照顧兒子 心路容易煩躁一些 要煩躁一些 我看出這件事 看出了 他太太可能就很多了 然後大家去探討 有什麼方法 可以跟兒子的交通更加好 什麼方法呢 讓兒子覺得被愛 而不是被強迫去改變 這裏講到其中一個 其實在講一下才有一個情況 就是說他不能跟爸爸的關係 建立親密的關係 以至影響下一代 影響自己和下一代 如果他講到影響下一代 我們便了解了 你怎樣影響下一代 因為我跟兒子都沒有什麼關係 建立不了關係 有種不懂得跟兒子溝通的方法 不知怎樣跟他們溝通 那時候你有什麼感覺 怎樣影響你 你跟其他人溝通是怎樣 你覺得有什麼原因 為何跟兒子溝通有難 怎樣可以衝破呢 其實家人溝通很多時候有困難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負面的思想 以及發生過的事 而當我們看出小孩子 其實小時候 小時候當然喜歡玩 他喜歡玩 他的心無心向學 又不懂得感謝父母 於是他便容易發脾氣 不聽話 不讀書 那樣東西 看出小孩子的時候 他便能夠連出他 其實他都很有壓力的 有珍惜他 有關心他 又知道他是很寶貴 基督徒可以用這個 就是你的生命很寶貴 神很愛你的 神想提升你的 你的生命可以被提升 你想不想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可能他說 不會的 怎會我會做偉大的 你可以的 你有你聰明的地方 你有你的能力 你可以做一個偉大的人 你可以祝福周圍的人 當他慢慢相信 尤其是帶來他信耶穌 幫他經歷聖靈 他看到聖靈那麼好 神那麼好 他相信耶穌 讓他每天經歷聖靈 然後我們便可以帶領他去 即是說 相信神真的愛你 神在心裡有期待 這樣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的方法 讀書更加好 那些問題你怎樣可以處理呢 這個方法就是用珍惜那個人 欣賞他 然後建立他 那些人都是有個連出的心 又不受影響 又連出他 那樣的時候 關係便會衝破 這些就是將輕鬆得勝 和醫治釋放在一起 即是怎樣應用在自己身上 那麼第一樣要學 就是自己試試做先 被人罵完 我相信個人都有被人罵過的 都繼續被人傷害 我怎樣能夠釋放 問問問自己為什麼我受傷害 很多時候亦都有一個期望 因為我期望這個人對我好些 但他對我不是好 但這個人經常都是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有時候我們需要放手呢 雖然我是親人 但是我關心他 但我不給他影響 那這個就是 即是我們大家都試試做 你做慣了 你設定做做慣了 我們將來便能夠幫到那些需要的人 除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